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悠悠 支持小母台歌 每次我开这个玻璃门的时候 它都想往歌舍里面飞 本想就是开这个玻璃门通下风 会好一点 每一次它都跑到这边来 还是想回家 之前它和红色大鼻子配对的 红色大鼻子只要看它飞到歌舍里面来 就不淡定了 咕咕乱叫 感觉十几岁的歌舍还是挺旺的 谁飞回来了吗 说着他 你看我们把门打开 那边门没关 那边窗户没关 斑牛全部飞走了 你看看我都还怕它飞出去了 这小鸽子也是鸽舍里面刚拿过去没多久了 哇 哇 哇 还是很想家的 我都不舍得给它们拆开了 这不是棒打鸳鸯吗 它这边一咕咕叫修女在这边 也开始转圈圈了 你咋干啥呢 偷渡过来的是吧 再进去不能养成这个坏毛病 以后要是通通风也都不方便了 你们都老吃出来 你们都老吃出来 红色大鼻子还是老当一壮啊 哭哭乱叫 这个小鸽哥也就是相忠他 他俩对眼了 他还打他 你看 放个炒窝进去 其实这个位置是黄金宝座一样 风扇往外抽风 走外面刮进来的第一股风就经过这里 空气清新 所以说让红色大鼻子选择了这个位置 你干啥呢 要不就让他来关一块吧 我在这里拍视频他还是有点紧张的 其实我歌社里面的鸽子啊 熟悉了我拍视频 因为我每天都会拍视频的嘛 在这里拍视频 太哥的这个眼睛好小那个疼空 紧张的估计说 好了让你俩重逢嘛 我也懒得离你俩 拆散了15天左右了应该 我都没计时间 最少有15天了 再次重逢 朋友们你们说拆不拆 拆有点不忍心是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